创意理財 盡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操盘一哥 我是汪海华 现在期货跌 以下跌开出 跌几点 跌23点 投资朋友 要封关了 我跟你讲要封关我们投顾业 它是所有东西通通都是最划算的 可是大家缺乏一个动力 缺乏一个动力播出一通电话 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也不用打电话给我 我们一点半 我直接跟你讲现在怎么做 如果一点半对了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你先想 你现在先想一下 我跟你报告一下 现在是跌19点 我们看1月的就好了 我们看1月的 现在是9321点 你现在要做什么动作 如果你是一个操盘者 你是一个有在玩期货的人 你现在9321你要做多还是做空 等会的行情怎么走 好 你先想好 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你已经有一个想法了 做多或做空 另一个是你完全不晓得该做什么单 等会就随便做一个单 好 有两种人 一个是你有规划了 一个是你完全不知道答案的 我跟你讲 我的想法 我跟你讲 你已经想好了 你现在要做什么动作 我跟你讲我的想法 就是我们来看 我又没有这个机会帮助到你 我用我的研究的一个理念 一个结果 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 每天都这么准 因为要使一个人 你要加入 因为这是要花钱的 你会觉得 花了钱到底能不能赚回来 大家讨论的 想的就是这一点嘛 就跟物理学一样 你要推动一辆卡车 你的出速度要很大 什么叫做出速度 就是它停着的时候 你要用两倍的力气 你才能把这个卡车推动 可是动了以后 你的力量可以缩小 它就一直会前进了 推动要比 持续让它前进 多花两倍的力量 好 我们来解一下这个盘 现在9323 我说收盘的时候 会比9323还要高 你就知道该做什么动作了 你可以在这边 先布一个多单 跌下来再跌15点 再布一个多单 然后呢 停损 设现在进场价的 四五十点 这就是我今天的策略 我跟你讲了哦 我们的指标在这里 这个叫做下轨道区 好 跌到下轨道出现乖离 这个叫做乖离 这边我觉得可以去偏多 再跌下来15点或20点 再偏多 然后呢 跌到一个不能接受的地点 可能是9280吧 9280停损 这边偏多 跌下来20点再偏多 跌下来40点停损 这是我的策略 攻击的东西告诉你了 防守的东西告诉你了 不用怕 你就可以知道你今天可以赚多少钱 风险在哪里 这就是期货 所以你现在可以想 你有想法吗 好 如果你有想法 你今天原本觉得要做多 那也可以 非常好 自己操作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想法 或是你想要去追空的 如果等你拉上来 那你就可以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能够帮到你 因为我两点睡觉 现在九点又在摄影棚 我们为什么要两点睡觉 你要看一下美股的盘中的行情 欧股的收盘 或是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新闻 这个时候晚上十点半到两点 这基本上我们都是在研究 研究隔天的操作策略 配合指标 配合外资法人 他们的一个动态 现在多少 9322 9322打到这里 有没有 这边叫做下轨道区 如果一切的环境 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 他打到下轨道区 他就会往上弹 除非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你会说老师 现在下跌 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昨天美股跌 Nestech跌 道琼跌 早上的韩国跌 日本跌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们开低了嘛 如果他们都没有跌 我们为什么会开低 为什么会有一个低的价格给你减 可是有些人看到 开低他会去做空啊 我就说 奇货市场有两种门派啊 很多说武当派 少林派 你中国武学很多的派数啊 武当派就是要 怎么样 韬光养晦 对不对 打太极拳 有些人就是主动攻击的 你如果跌下来想要做多的 我跟你讲 这就是巴菲特的做法 价值型投资 买东西买得越便宜越好 如果你是跌下来要去追空的 你是索罗斯派的 因为索罗斯认为 一个趋势成型的时候 他会往下走 所以有两种派别啊 对不对 跌下来有人去追空嘛 有人去做多嘛 跌下来做多的是巴菲特型的 早上跌下来追空的是索罗斯型的 你是什么型 那我是什么型 我跟你讲 巴菲特的胜率可能有六成 索罗斯的胜率只有四成 所以说从一月三号到现在 我去追单 你两种功夫都要会 我追单只有两次 一次是一月五号 一次是一月十二号 我都是长了三四十点以后 去追多 去追多 其他通通都是逆向操作 你两种派别都要会 你就可以成为赢家 为什么我说这边你要去做多 昨天看了外资的 未平仓量 外资未平仓量九万一千口 多单 然后呢 空单两万七千口 所以说多空进了五万多口 你不要去看那么复杂 你只要看 总共台北股市未平仓量是十一万口 十一万口的 昨天有流仓的部位 其中外资九万口 七十五% 外资的流仓口数 多单占了七十五% 你说今天他要做什么动作 他要帮你去杀低 还是怎么样 他要去压低结算 让他这个九万口的多单亏损 美股叠 韩股叠 陆股叠 日本股市叠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他就是要往上拉 就是这么操作 没有那么难 不要去预测一个市场 不要去预测一个 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 期货市场这么多人会亏损 为什么很多老师一直喊空 有些老师一直喊多 这些老师我跟你讲 自己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一个观念 期货市场 你永远只是一个追随者 你不会是一个 期货市场的领导者 假设会涨到九千四 假设指数会涨到九千四 你永远不会出在九千四这个点 你如果有这个观念 或是你想出在九四一零 那你就是挂了 因为九四一零不会来 九千四也可能不会来 你要出在九三九零 你永远不会赚满这个期货的一个大波段 你要去思考 在期货市场 你never ever be a leader 永远不会是一个领导者 你只能追随这个期货的波浪 在走 你要抓到这个趋势 随波逐流 很多人说你要顺势操作 随什么样 随波逐流 没有人想得通这个道理 都想要去抓到 期货 它的一个 永远的一个走势 你都想要去 划线给期货走 为什么我今天要回来这边 做九点的直播节目 人是会成长的 以前也许有时候我没有那么准 经过不断的深思熟虑 经验的累积 年纪的增长 到大陆看完以后环境 我们发现我们是很渺小的 当你渺小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强壮 有没有 老子说的 我忘记叫什么了 好 所以 现在多少点 9330 你如果刚刚有看我节目的 基本上 你要有抽时间去下单 下单就赚了 没有那么难 昨天两点 我还在脸书上面贴文 我跟大家讲操作策略 基本上我们 现在台北 台湾真的已经变了 很多都是强调免费的服务 我当然我也很喜欢做一些免费的服务啊 可是很多人会变相 就像我如果去大陆 我去大陆 薪水 我觉得至少 一个月可以赚到六万块人民币 可是一样要从早做到晚 很认真 很认真的研究 然后呢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服务的是大陆人 当我如果又要服务大陆人 我心里会有这种愉快的心情吗 我从早做到晚研究的结果 结果是服务大陆人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当然心甘情愿啊 大家都是台湾人 大家都同胞 我爸妈都是外省人 之前前几年台湾还在吵省级情节 对不对 我们外省人跟台湾人 都住在台湾 吵啊 吵了十几年 我现在如果去大陆 我会跟他讲我是外省人吗 我一定是跟他讲我是台湾人 可是我去大陆的话 是我去服务的一些大陆人 我让他们赚钱 我没有意义啊 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人 在台湾帮助台湾人赚钱 那是一个非常 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每天半夜两点睡觉 我贴在脸书上面 无私的分享 大家能赚就赚 我能帮的我就帮 我跟你讲 我如果不是真正能够赚钱 我不会揪你 如果我真的没有这个能耐 我不会揪你 如果我不是每天对 我不会跟你讲 我要邀请你来加入 做到封关过好年 就是你从今天做 做到封关 封关那天出金 把钱拿去 过一个好年 你要去 交西老爷 你要去 太鲁阁精英 或是你 西部的 哪里都可以 过起来就很松 到一个郊外 不会说小孩子要吃一个冰淇淋 你也没有 也不想帮他买 看到了什么玩具 你也不想帮他买 这就是有投资 投资赚了钱 过起来就很松 其他三月再算 我们不会跟你说 现在叫你怎么样 信用卡公司 他不会叫你在年前 跟他叫你付钱 很多东西都是三月再算 包含 跟我们的签的约 银行的钱 什么东西通通都是三月再算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要有一个出速度 你要有一个动力 你要知道 我真的在帮你 我真的是做到封关 我如果能够帮你过好年 你才会想要跟我联络嘛 要不然一切都是假的 东西再便宜通通都是假的 牛排店 我开了一个牛排店 我每个月成本最高的是什么 不是薪资 不是房租 是牛肉的成本 所以说开在巷子里面 才会有客人进来嘛 他要知道他吃的东西 不是那种一百块 因为为什么牛排店越开越便宜 越开越便宜 因为有人卖两百 有人就要卖一百八 卖一百八的就要卖一百六 新开一下就要卖一百五 那个肉的品质就变了 基本上你吃到的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牛 你要知道 真正能够帮到你的 你吃到的真的是牛肉的 你就会相信他 可是要有一个出速度嘛 因为你跟我又不熟 我又不是你的家人 你又不认识我 我就说我每天跟你验证 每天跟你验证 我就说你刚刚先想 你先想 你这边你要做什么动作 你如果想要追空的 我跟你说要做多 如果你没有想法的 我跟你说要做多 那涨上来 我又跟你论述了 外资的情况 为什么会跌下来 跌下来你要做什么动作 这些都是研究 半夜研究的成果 然后呢 时间就是金钱啊 我花了时间研究 投资朋友你在家 做别的事情 你早上又想要在 期货市场赚钱 没有这种AB双进的 就是你本业又赚钱 期货又赚钱 没有研究 天上就掉钱下来 没有这种事情 外资 九万口的单子在这边 你每天跟 在期货市场 对决的是谁啊 外资 不是说你现在做一口单 你等会就会赚了 你没有研究 你做的单子 可能就会出掉了 这里跌下来 我跟你讲 跌下来 你如果还没有接单子的 这边 最后机会了 最后机会了 好 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下阶段讨论股票 你现在也不用打电话进来 一点半 好一点半 这边算是送你的 我跟你讲 一点半 九三二八 九三二八 好 如果收盘高于这个价格 你再打电话进来 你再跟我联络 我无所谓 大家做个朋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眼部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 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拿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便打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便打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施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中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代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欢迎回到现场 郁金光 很多人打电话问我说 郁金光会不会涨 我跟你讲 它还会再涨 郁金光 你不要说前面的事情 前面已经过了很久了 对不对 你前面没有加入别的老师的 你也不会去加入了 我就跟你讲 郁金光在这里 这一天开盘9点多 我现场直播节目 我就说 郁金光今天不错 因为我们昨天指标出现买进讯号 这叫做加码讯号 可以买进 然后呢 涨到现在 从112买 现在136 股票我也会做 股票 我说我要做长期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短天期 或是每天要涨停板的 你不用来找我 我有一个操作的策略 操作的模式 操作的逻辑 股票不适合 当冲啦 隔日冲啦 两天冲啦 我觉得那种老师基本上 你光是花在手续费 会比花在汇费还多 如果你加入的是隔日冲 两天冲的 你去算一下 你的每个月的 汇费 其实它是比你手续费还低的 我说如果你资产有 五百万两千万 一百万以上 基本上你就要做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我可以帮你做哦 你如果有五百万好了 好 可能五十万放在期货上面 期货当冲 冲来冲去 对不对 这边赚五十点 这边赚一百点 三万块 三万块你再去买一支 我认为会长期不错的股票 放个一年 这一支股票一年赚个三十% 合理吧 巴菲特一年赚三十%而已啊 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的操作 你不是说你用股票当冲 没有意义 我觉得没有意义 郁金光为什么会持续在涨 因为萧黄奇有一首歌叫做 你是我的眼 双镜头 以前 我高中的时候 我国中的时候就有 就我读光人中学 我们里面私立的 很多人都有钱人 有一个同学 他就带了一台 我们当时在听CD随身听 他拿了一台手提电视出来 那个时候就有手提电视 现在变成手机平板电脑 那时候就有手提电视 大家以前就会想要 随时随地能够看电视 眼睛 眼睛 灵魂之窗 现在镜头就是灵魂之窗 加上大力光一支四千块的股票 在这边放着 郁金光为什么不会涨 郁金光也是苹果供应链 他的产品 他品质可以到那边 只是他良力做不出来 可是人是会进步的 我就说人是会进步的 我三十岁跟我四十岁跟我五十岁 我的操盘技巧一定会变 如果脑袋没有坏掉的话 你的操盘技巧一定随着年龄在增加 郁金光他开的公司 原本每年亏四五块四五块四五块 他为什么要持续开 有一天他的良率 他研究出来了 他请的人研究出来了 良率提升了 他就会赚钱 所以说郁金光很明显 有一个比价效应 苹果供应链 代表他的品质是可以的 只是良率有问题 所以说 观众朋友都会打来问 网友也问 Facebook上面也问 郁金光怎么样 斩钉截铁的就讲续报 长线看好的股票就是续报 照着指标就是这样操作 再来看一档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什么强势的 如虹 长线看空的股票如虹 这边蹭上来 这边都是布空单的时机 这边都是布空单的时机 看一下有没有 抠讯 1476的如虹 好手中没有如虹空单的 331.5放空一层资金 331.5现在是323 331.5减323 差不多是8000块 你空期货的话是16000 一口16000 赚16000 就是这样来操作 为什么要空如虹 我说你 如果你去看新闻 你看报纸 是不是利多见报就是要卖 可是你报纸 你要去看旁边的配角 就像是你照相机 你要广角相机 你不要看中间那个model 你要看旁边那些衬托的配角 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漂亮 因为中间的主角会修图 如虹他说他今年会成长两位数 可是他的工艺商Nike UA 爱迪达都说今年会衰退 你要相信主角 还是相信别人 就像是联发科 蔡明介在去年六月 股东会讲 他说谢谢台积电 因为现在缺单缺 现在晶圆代工缺料 所以我的晶变赶不出来 谢谢台积电 所以你要去做多联发科 还是做多台积电 你不要看那个主角蔡明介 你要去看 哎 缺料耶 大家都在抢晶圆耶 台积电从160涨到190 你要去看这些配角 好 最后再看一下期货 期货是你要当充赚钱 你要累积快速累积财富 最重要的 涨到哪里去了 934级 基本上我觉得你可以开始打电话了 因为自行宣布当选 你知道吗 选到一半自行宣布当选 因为得票率已经超过五成了 我刚刚叫你9320做多 现在已经934级 已经自行宣布当选了 做到封关过好年 其他三月再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港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是继续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who've been in the past 宣布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客轮 如同精准的研究盘管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接受到我们的结架 我们来说 祝你原来的 我们来说 祝你原来的